台湾投在基隆 基隆投在舍寮 就称舍寮岛的和平岛 是北台湾的门户 也是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岛屿 岛虽小 在近现代史上 却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地形地貌上 奇言怪识伶俐 堪称是世界级的秘境 以海石景观闻名的和平岛 一直上是2000万年前 沉积于海底的大辽层沙岩 受造山运动板块推起 排升出海 常年在海风和潮汐的差异化轻石下 造就出今天独特而神秘的地景 和平岛上的地质奇观 手推豆腐岩 站上观景亭往下看 海石平台上 像是铺了上千张榻榻米 日治时期 为此取了一个饶富风雅的名字 叫千蝶夫 岩石从地下慢慢抬升上来 或是推上来的时候 常常可以看到就是会有两组垂直香蕉的解压结理 那豆腐岩就是这种垂直香蕉的两组结理形成的 一种是很规则的方方正正 然后看起来切得很深的 在河滨岛看到的它的豆腐岩就好像没有切得这么这么深 然后也比较大块 比较没有那么方方正正正正 那这跟就是岩石的硬度是有关系的 岩石越致密的话 它形成的这个豆腐的形态就会越规则 你看起来它就切得也会越深 海石平台上四处还错落着头大紧细 大小布等造型特意齐取的殉状岩 只要发挥想象力 就会发现海兔 潘土鱼 飞鱼 金刚 一个个微妙微笑藏身其中 这可都是大自然历尽百万年琢磨 打造出来的天然石雕 这边有各式各样形状的都是菌状石 那其实它都是跟沙岩里面的生物钙籍的结合是有关系的 在大辽丛这个前海沉积环境里面含了很多生物 那所以会有海胆化石 贝类化石 有壳状的 也有管状的 那生物里面就是含了很多钙籍 那有了钙 钙籍就是会有后续的这些结合 长期下来在风吹 雨打下面形成的大小不一的 个头不等的 蘑菇殉壮石 大片壮丽的海石崖上 罗列着一个个小小的海石洞 仿佛是通往地底的入口 仔细观察 它们几乎都分布在同一个地层上 所以这个表示它的侵蚀的是跟 岩石里面的成分是有关的 钙子是最容易被海 海浪所侵蚀的 那所以就是某一些地层里面它的钙质比较多一点 有些层里面洞就很多 海石洞其实就是岩石容易被侵蚀 迷洋的洞穴是滴水穿石的功夫 也藏着时代的印记 和平岛最早是凯达格兰族的聚落 也是基隆最早有汉人入肯的地方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让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西班牙人 荷兰人新后再次建成 争夺北台湾的团治权 之后震成功北上 成功驱逐了荷兰人 如今和平岛上还存有一个翻字洞 传说就是当年荷兰人的最后据点 和平岛上丰富多元的人文历史 精彩独特的地质地貌 让人再次感受小小岛屿的包容力之余 也更充分领略到台湾之美 与大自然的神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